上早禮拜我們有講到台灣電台的歷史 電台是安部隊的開放的希望之間 我們看到有講有講拍攝的電台 如是電台的點不點風險的結果 也許電台看守其實正經的政府運動機構 對於開關時推都經營掌握的以百分交通鋪 為何要接管港客人的工作旅遊很高度 今天叫我們佛舍島的電台有個開放觀光 現在佛舍島看來是電台人願意的成分 你剛剛佛舍島的電台準備有個天賦 這麽人在電台的日子選擇台牌建立的頌序 很多電台的特等 就算當年多行結果 行以來行在郵寶的氣急急 我們剛剛大概走了十層樓 大概一百二十幾階 然後這燈塔的高度有33.3公尺 對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往燈室的地方上去 然後走的時候我們都盡量摸這裡 因為把手的部分我們每天都要擦你看 亮晶晶了 落在電台的電台 80公尺的拍攝補量輸起來 大方摸達也要開天賦前的預批通知 現在要開警鈴了 然後是預防停電的時候 會有預警的效果 然後現在警鈴響的 然後現在警鈴響的 我們要轉動這個磁輪 先帶動一下 然後現在要開馬達囉 重新收接台設計程 dale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開範囹 開完燈之後我會測試一下 負燈有沒有正常 變得勝這是 加強 Rep hacem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實我們一天是三班制 所以早上有白天的一些整理環境的工作 然後晚上就是直夜直更 對 開燈 關燈這樣 然後要看 要瞭望那個蘭嶼燈塔 要做紀錄 還要看每天的風向 氣溫 做一些紀錄的動作 你們的Q年將靠你電台在佛舍道菜田園 做得安靜和家鄉服務當幸福 不過不輕鬆 和電台發明度 看得到的都會做 除了基本的平術 並沒有貌本人做 其他兩年的班和下廚班 加天音樂的做班 班牙下班做木卡 天音樂大作載到來上班 還有很多事情 各處不由其 事情一直永久做不到 否則到電台的動作 請那些營養一般的油漆做不到簡單的事情 現在這油燈塔的技術 如果老一輩的沒有傳承給新一代的話 以後可能會沒有人敢爬上去 以後這個燈塔 因為裡面的燈塔 燈塔的油漆 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們要負責的 所以不是想像 不是像外面的人想像說 你顧燈塔很輕鬆啊 其實不然你來做就知道 按摩台的燈塔和壓控度 可以了兩千有獎 不過天使渡邊 那些燈塔的風采天 從燈塔的年就要緊張起來 有時候要來值班 要值夜班 遇到颱風天 可能要爬得進來 進來到這裡的時候 風強雨大 雨都會滲進來裡面 聽說有兩個前輩在裡面搖水 對 就把 因為水都淹進去 在那邊拼命搖水 所以整個晚上都在搖水 有時候那個 像說停水 不是停水 停電啦 發電啦 還有那個 有時候 那個風大的時候 十幾級那個 門船都會灌水進來 還要晚上用那個 噴機 噴機 用水 當風采天 用電台用行的 怕會不風大照 無論安全性 請對潘工社 天天的客戶電台 清楚都是 失批以上的時間 風六寶 最裡面人說的 兩位前輩其中的 他今年六十三歲 當電台三十年 當電台三十年來 他讀到 基督摘颱風太一 祝安養起了幾次 大概兩三年前 有一個颱風 因為那個 真的很大 那個 交班的時候 要上去 二樓那邊 沒有辦法 那個風太大 用爬的上去 要不然人家 要下海 我們不能說 整個晚上都給人家 在那邊值班 我們 也是要用爬的爬上去 風六寶 在明貴六十年 他在學館佛威 天天的主教都不忘了 天白中 電台一年 當天輪到 上司在台灣本土 和離島之間 調來調去 不可能告不上 主天地 壓著繼續 那時候 小孩子都還小 那時候 我大兒子都 兩歲多 一個女兒 一歲多 後來就 跟著 上面調 調到澎湯島去 澎湖 澎湯島那邊去 那時候 剛去的時候很辛苦 那時候 建築物 那個就是 那個宿舍 還在建 沒有宿舍住 都到外面 那個 外岸那邊去 去 租房子住 沒關係 incomplete 前進 跟望遠足 不用了 在北 terr廣âu 至少打 外岸那邊 一個下山 elimin 另外堂豔石卯埠 我自己和 在 framing裡 of the forest 家遊物 看看 好めperson 甲藏地餘居 雙邊的調餌 太佬西遇以去 舍頭的垃圾 不azioni不要緊 漲間 花卯ей的漫畫 我真的太盯了 非常無法落開 過不將越正義 比較辛苦當然是彭佳儀 因為我去了十幾趟 十一二趟 彭佳儀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還要坐船 一起待兩個月 去而在台灣我們也比較不放心 當頂隊年 農業公職構思 在暗島年來時期 台灣有什麼頂隊的VC去過 沒有一條山東當 最一條海順年 普通年不輕易做 故事都會潛淡天熱 由於下山推巡蝦台 和頂隊機由一道自來接推服務的故事 它比較特殊的 除了它很多是文化建築古蹟之外 是因為每個燈塔 中間都會有很多燈塔人的故事 譬如說綠島燈塔 它就是由陳怡信 它兩代父子共同攜手來照顧這個燈塔 所以所有家人通通都住在燈塔裡面 以燈塔為家 所以早期的燈塔人 甚至是有父之後有子 又繼續去辦 好 哇 燈塔 哇 燈塔 因為電子店 從燈塔人 從燈塔人 從五代燈塔人面前 以便出 便出 便出 我只想七八點 煮老司常做好事 劉大哥 你們有沒有算過 這個平均 多久要循環一次 擦一次的話 全部 大概一個禮拜 或者最慢兩個禮拜 這個擦很快 所以試說 你一定要看它在還沒變黑以前 這個很濃烈的天氣 劉文強在彭埔時都會愛人存在 在電台的醫生因爲 彭埔離到電台差不多到虛構 封台和童梳條 宿門做的古董集 他禮拜五檳期 幾十多上路上無班 其實燈塔都是固定的一個船頭 燈塔最主要乾淨 整潔 你看到的東西都是白色的跟灰色 黑色的 看不到第四種顏色 除了是燈竿才有紅色 燈塔的東西注重保養 那個東西外面的百姓的話 大概10年 20年就可能丟掉了 燈塔現在隨便找 還可以找到四五十年 五十六十年的東西 漂亮亮對不對 劉大哥 這個真的是每天都要做的嗎 不一定 如果說像這個大概 如果一個月不去刷洗它 它會怎麼樣 長黑斑 對啊 這個就會長黑斑 就變嚴重了 劉大哥 劉泰國 麥彭埔妮 你電台23年 牆在紅龍島做的十八年 台北台灣請開放館廣場 西藏電台的世界去古國三個 請沒有起床偶然批電台停停 你開放四個的 你帶過三個 你覺得哪個的比較好玩 好玩喔 可是這個環境在高雄地盤比較大 所以現在 它有海港有沒有 那邊又有海港 山雕咬比較不好玩 現在現在有海港用天火很簡單 特別是在家裡製作的 電台加在燃利當然沒有空洋 不過在台北有電台 有海港用天火的世界 怕要用海港用的東西 像是延頓 在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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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用某某某某某點空洋 如果火點上衣 人人看到過它 主張有十四百樣 這次延頓 親手有兩幫人移送歷史 不見到電台在台湾天氣 親老的電台 還在過天故事 其實在延頓 一七七八年 全龍市三年的世界 開使用 竟然是在延頓 去的 一百青年 還在延頓年 時 在台湾天氣 使用時的電台 幾乘搭乘 各用鋸鐵來做牌 本燈的沙頭 一塊一塊插下 還在延頓年 在延頓年 在延頓 本燈延頓 外岸的台湾 因為有紀錄電台的歷史 故事實在電台裡面 因為這個已經被列入二級古蹟 所以它這個是到 道光年間重新翻修的 翻修的因為這個 就是一個比較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那個 風化的地方已經都看不到字了 所以說想說 不然拿個黑漆來幫它描一描 看得到的 大概能看得到的 就把它描出來 這樣子來看的人 比較說 這個才是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在香港開燈過於蒙沙燕的世界 上年在看不到電台的 槍桑做的傳過蒙沙燕 一直在香港的和烏泡 沒有扮演以上的歷史 以前是這個地方是暗膠很多 在以前的時候沒有GPS 也不知道暗膠在哪裡 所以說它起霧的時候 就是要聽聲音 光線沒有辦法穿透霧 在一個一定的距離裡面 是穿不透的 聲音可以利用聲波 所以說那時候在這個地方 就代表暗膠很多 才會射霧泡 其實不斷槍中電台的人 將會面對颱風太野的危險 上次的連覆也 絕對不掉風采來采 颱風的時候 把那個屋頂掀掉的時候 那一次剛好我就有值班 因為在這邊的地方 地勢高 高的話風的速度會變快 那個東西颱風來的時候 是人站不住 有一個我之前的同事 我沒碰到 他是颱風天出來 因為穿著雨衣 一刮的話就腳斷了 打到那個牆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吧 這是我們前輩留下來的話 因為我們一天是三班制 所以我們晚上大夜班 基本上是都要守著燈塔 然後照亮這個海上 讓海上的船隻有一個歸屬感 有一個安全感 來下過去電腦潭湖 因為電台不能講 不能熱情的世界 當電台裡 無論河天樂意 台風寒冬 日台下重電壓在明天 街頭暗不停 維托海人台路 點點的風景 請維托同片人照顧 在明天現在 我們下午幾天 在明天 很方便 坐下